肢气管肺炎要住院吗?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刘云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人医师 肢气管肺炎也是肺炎的一种普通类型 它根据病情轻重不同 是有不同的一个治疗场所的 我们一般判断肺炎的严重程度 是需要判断根据病人的一摊 生命体征了、年龄了 或者是有没有合并 它的意识障碍了、肾功能不全了 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如果它的一个严重程度是比较轻的 年轻人大多数的肢气管肺炎 可以再加口服药物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病人合并有一个是高龄 或者合并有肾功能不全 或者是有些血向特别高 高热的患者还是需要住院治疗 进一步来稳定病情的 谢谢您的研究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